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教的教义的内容去了 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必须要做介绍 让大家对基督教内在的一个多元的观点 或是张力能够有一些了解 那我会借用一些例子 那特别是比较核心的一些观念 那为什么在基督教这个宗教团体当中 他自己会发展出非常不一样的多元的看法 这样子 好 那我一开始有提到两位学者 这个Andrew Walls 还有一位Cameron 那他们其实都很早就提到 基督教的这个多元性这个概念 那特别是 这位是Andrew Walls 那这位是Cameron 他是英国波米罕大学的教授 那他们两位都提到 其实基督教从一开始 不是后来才发展出来 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已经展现出一种多元性的特质 那这种多元性的特质 表现在许多地方 包括他们的宗教仪式 他们对经典的看法 他们的伦理观念 那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应该是什么样才是好的 是境遇比较好 还是不要被身体这样的观念绑住 那或者是进入到神学的讨论 都有这种多元性 那对这个Cameron来讲 他认为会有多元性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当基督教传播到 不同的文化地理处境的时候 在那个在地的文化 重新诠释之后 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在地的观念 那种他越传播的 那个文化跟区域越广 他的多元性就越丰富 这是一个原因 那随着基督教的历史越长 你就发现那个累积的那种观点 跟多元性就更丰富这样子 那我们光在初代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非常多 非常有趣的观点 那另外一个原因 他提到的则是内在的张力 同样在一个宗教团力里面 他内在的成员会有不同的张力存在 那特别在我们之前提到制度化的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不同的张力会出现 那最早的基督教我们看到 他很快的 这张地图给我们看到 那个颜色的深浅 从比较深的一些 一些比较密集的地区 后来慢慢扩展到 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浅蓝色的 整个地中海世界 到南边到北非 西边一直到英伦山岛 东边几乎已经要到两河流域 那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 那北边当然 以跟那个野蛮人满族交界的地方为界 就是多瑙河 莱茵河为界 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发展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处境 那慢慢慢慢地 他就发展出不同的重要的基地 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 用主教的概念 叫做主教区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 他本来可能只是在大都市发展 到后来就 有点像罗马行政体系里面的行省 某一个行省会有一个特别的中心这样子 那我们很快地发现在初代的时候 就发展出了五个主要的主教区 那在埃及有亚历山大 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北边的安提阿 那在北边坑士坦丁堡 还有罗马这两个政治重要的首都 那这些主教区 我们一看用这五个做例子就知道 若不是政治的重要性 就是在他长久以来 那个神学观点的独特性 所以接下来在我的讲义的第三点 我就借了两个学派 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那刚好我们上礼拜 大家看的那部影片 这个风暴家人 是一部相当有趣的影片 那个影片就是以亚历山大作为基地 那在我讲义的这个第三点 三点A提到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学派 刚好就是在那个上礼拜那个影片的场景里面发生的 那个可以说是地中海世界最具有学术这种多元性跟丰富性的一个地方 它拥有一个号称在这个西元前 公元前是最大的图书馆 那上礼拜影片当然里面有两个有趣的地方 我顺便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那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历史学者有争议点的两个议题在那里面跑出来 一个就是那个图书馆 后来图书馆在影片里面呈现图书馆是被 好像基督徒的那种比较有点像暴民 去把它整个毁坏 那今天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认为 其实当基督教去到亚历山大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图书馆之前就已经荒废了 就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是一个非常 非常壮观的图书馆 他们中间经历过好几次的冲突变迁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 但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对这些异教的文物 有做出一些这种破坏的行动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可能的 有时候宗教跟文化会有冲突 但是这个影片在这个部分 似乎给了比较强烈的印象 那另外一个是电影里面的主角 这位女主角Hypersia Hypersia他是一个真实人物 那到底他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真的被迫害而死的 这个历史学家对这个事情也有不同的争议点 那个说法有不同 但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 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那个场景 虽然很多好像是用虚拟的方式重建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当时候 那个学派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下面就很快来介绍一下 亚利山大这个学派 那为什么叫做主教区 通常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圣徒传统 也有点关系 就是因为某一个圣徒的传统 或者是某一个地区特有的圣徒的故事 就会塑造一个主教座堂 那个主教座堂越来越兴盛 越来越拥有那个权力以后 在他周围的这些教会 就会以他为中心 那这个在欧洲 这种主教座堂 他们通常用这个位置 这个字sit sit这个字 作为一个象征 这是一个主教的座位 有这个座位的地方 就象征的宗教权力在那个地方 那亚利山大 我们看这个土在尼罗河河口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饶的三角洲 那在这个亚利山大的这个城市裡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宗教 还有学术传统 共同在那边聚集对话 那这当中在这边我们简单介绍 他有出了几个大神学家 像其中一位在左边这张图在 好像在上课的 就是亚利山大最有名的神学家厄利根 那厄利根其实是在奥古斯丁 我们最后一个主题 介绍奥古斯丁之前 最重要的一位东方的神学家 那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 他自己也是一位圣徒 一生过着这种守徒生禁欲的生活 那亚利山大学派 我们用很快的速度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受到埃及 埃及这个在地宗教文化的影响 我们知道埃及的宗教 原来埃及就是一个最古老的文明的宗教 那在这个埃及的宗教裡面 带有非常强烈的神秘主义 一种想要跳脱这个世界的那种 从物质跳脱追求心灵的 这样的一种的宗教传统 走的是神秘主义的传统 那这样的一种传统 很早就已经影响了 在亚利山大的犹太教的学者 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位斐罗 斐罗他就是一位受到这种埃及的 跟希腊的这种思想影响的一位学者 他在解释经典的时候 会采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解经法 那这种方法叫做寓意解经法 allegorical 寓意这个翻译 寓意这个字我们知道 当然就是指居住的意思 我们说公寓 那寓意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读一个经典的文本的时候 不要停留在表面的字句 他后面还藏着意思 那个寓意的意思 在经文的后面 还有更深奥的或更神秘的意义在里面 那这样的解释方法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譬如在当时候这个学派里面 最常用的就是数目学 他们会对特别的数字 赋予它特殊的意义 然后试着要去从数字里面去 找出背后的意义 那当然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跑出来了 原来的这个文本的作者 他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的 目的或意义在那里 但是后来的解释者 却赋予他新的意义 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耶稣有一次跟学生在海边 学生打鱼 一直都打不到鱼 耶稣就叫他们把网 撒在另外一边 那结果那一网撒下去拉起来 整个鱼网都装满了鱼 几乎都拉不起来 那后来拉起来以后 他们就算算算说 里面有好像一百四十条 这样子 两百四十几条的鱼 确确的数字是二四三 还是一四三我忘了 但是这个数字就被 亚历山大学派的大作文章 他会从那个数字里面去把它解码 有点像解码这样 然后去找说 这个鱼网里面的 这些鱼用这个数字 一定有它的意义这样 这就是很有意思 亚历山大这个学派 他在北非发展出这种一种神秘主义 特别重视灵性的意义 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跟他们的人观有关 因为他相信人有三种人 一种人是属肉体的人 一种是属道德性的人 最高的一种人就是神秘的 带有神秘主义的 追求心灵的世界的这样的人 那这三种人他其实是用一种类比的方法 在讲这世界上就有这三类型的人 然后他们鼓励人要追求做第三种人 不要被肉体身体所束缚 不要只有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 更高的要追求一种神秘的经验 宗教的经验这样子 那这样的三重人观 就是人有三种形态 其实他就把它应用在解释圣经上面 圣经的这个字面的意思 好像就是那个属肉体的那个面向 字面的意义就是一种肉体的 那种感官的生活的层面 后面还有一层道德的意义 更后面更深还有一层是属灵的意义 所以他们总是试着要在经文解释上 要走这样的一种神秘主义的做法 那这样的做法我们看到应用到 基督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的时候 这个基督论里面就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 那比较不喜欢过度去谈耶稣的人性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到这个基督论的 多元性的看法 那时候就会更清楚了 好 那这个学派里面出了像这几位大师 这位格力勉 格力勉就是厄利根的老师 那他就是强调这个要守读生禁欲 那最后一位大师就是厄利根 那厄利根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有学问 非常认真的学者 根据传统的说法 他一生总共写了六千件的作品 六千件的作品 那当然作品看你怎么计算 他写了一篇讲道的文章 也算一个作品 小小的文稿 但他也有编那种非常大部头的作品 也算一件这样子 譬如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 叫做《六经合参》 就是把六个不同的语言的经文 放在一起的一本研究圣经的工具书 所以这位学者非常重要就是 一般历史家的评价就是说 等到厄利根要死的时候 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学者 已经认定基督教 不再是一个所谓的 没有知识的宗教了 过去罗马人会这样说 基督教就是 都是骗一些那些 比较没有读书的 中下阶层的人 比较容易去接受基督教 但是在厄利根身上 他证明了基督教是有学术性的 而且可以用非常深厚的学术系统 来把基督教整个推展出来 那这样的一种概念到 后来奥古斯丁等于是把它收尾 集大成这样子 好 我们很快的来 这是几张厄利根的相片 他一生是相当多有趣的戏剧性 譬如说他自己对付自己的身体 他读到圣经 马太福音提到说 有的人为了天国的缘故会致焉 他就这么做了 18岁的时候致焉 当然听说老的时候就后悔了 但是厄利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趣 很戏剧性的人 他就是觉得做得到 他就要去做这样子 那我们上次介绍禁欲主义的时候 也提过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的身体确实可以成为圣灵的殿 他用这个概念在讲 你要对付肉体是做得到的 所以右边这张图其实在描写 他怎么在教他的学生们 要过一种禁欲的 对付身体的方法 好 那另外一个学派 另外我们介绍这两大学派 主要是因为这两大学派 刚好观点是可以对比的 不一定是对立 但是可以对比的 那在北边的安提亚 这个地方学术背景又不一样 刚刚介绍亚历山大学派 他的学术背景 刚好是埃及传统的文化跟宗教 在安提亚这个小亚细亚 跟巴勒斯坦边界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他那边有 犹太人的拉比学校 在这个地区有非常出名的 犹太人的拉比的学校 也有希腊人的修辞学的学校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 学术文化 重视的就是经文本身的研究 他们会先从经典的文本里面的 这个关键字 文法 修辞 语法 去研究一个经文的意义 而不会那么直接说跳到后面 说经文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意义 安提亚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保罗当初宣教都是用安提亚做基地 安提亚也出了非常多东方神学家 譬如也有出了殉道者 伊格纳绝 今天安提亚还有一些基督教遗址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简单整理这个学派 它着重的就是经文的历史意义 跟作者本来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努力要去想 保罗写这封书信 那保罗的意义 保罗的目的是什么 而不是太快就跳到经文背后 有什么神秘的特殊的意义 所以这一派其实比较像我们现代的 做文本经典研究的学者 主张一个经文 除非你从文本解读不出意义 你可能再去寻找其他的面向 不然的话先从经文本身入手 这样的方法论 所以他们对语义学很有兴趣 就是发展出非常多这种 对这个文本的研究的方法 那这一派因为这样子 跟亚历山大学派的最大不同 我下面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基督论上面 他们看法跟亚历山大学派不一样 亚历山大学派一直想要把 基督的神性高举起来 那不要去谈耶稣的人性 但安提拉学派因为他们重视 圣经本身的叙述性 圣经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直在谈很多的故事 那耶稣四本福音书 那耶稣的故事那么丰富 那耶稣这个人本身当然很重要 你怎么可以把耶稣 他的这个一生 他讲过的话 他做的事情 好像把他放在不重要的地方 而过度去强调耶稣的神性 这样子 所以这一派呢 就会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 分得比较开一点 不会让人性被神性所 好像吸收了这样子 那这一派很有意思 后来就被称为基督两性说 就是他们主张基督神性跟人性 是分开的 那这一派呢我们可以看到 对现代人来讲 现代的学者来讲 确实跟他们比较有一种亲近性 今天近代的学术界重视的是 对历史的耶稣的研究 那这对历史耶稣的研究 很明显就可以看到 跟安提拉学派是比较接近的 那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就是 他们不走这种神秘主义的路线 所以他们的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表现在他们强调基督徒群体 应该要有一种道德实践 你要在这个现在的生活 Here and now 你在此时此地的世界里面 你就要去把福音的精神活出来 不是追求那种神秘经验 而是追求在世界生活里面的 一种实践的经验 所以这一派的学者也很有意思 他们都会重视伦理的教导 讲道的时候会重视对这个信徒 有一种影响 希望信徒在生活里面 能够活出那种道德生活 这两派你可以从这些地方 就看出他们非常大的差别 那这边有一些是 安提拉学派的代表性的学者 他们没有像 亚利山大学派出过像厄利根 那么大师级的 但他们有一个群体 相当多的群体 那他们也出了几个非常有名的讲道家 那譬如有一位很会讲道的叫做金口约翰 那他就是属于安提拉学派的 那他的讲道呢 里面有非常深刻的修持学的一种的做法 譬如这位金口约翰非常有意思 他劝他的信徒要去照顾那些饥饿的人 那他在他讲道边可以用15分钟 在那边描述人饥饿的状态是怎样 描述人的饥饿是怎样在受苦 他用一种修持学方法 然后最后是要影响信徒 被他感化 能够去关注那些比他们更需要的人 这样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道德跟讲道的传统 我们看到在安提拉学派就出现了 那很有意思是我们上次提到东西方的互动关系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三角关系 刚介绍这两大学派都在东方 基本上都是在东方 属于我们今天说的东方教会的传统 那安提拉比较偏向这种道德性 亚历山大学派比较偏向神秘性 但这两大派每次发生冲突 他们对很多教义看法有对立的时候 最后往往是靠罗马出来做裁决 那罗马的这个传统没有很多很深刻的神学 但罗马的教会非常重视食物 行政系统做得非常的好 他们对这个教会的一种实际生活的运作做得比较好 那当东方教会发生神学争论的时候 罗马就会出来好像一种 好像那种裁决者的角色 无形中也提升了罗马这个主教的地位 这个跟后来的教宗制度发展也有关系 那两边东边的这两个神学教派 因为经常争议争议争议 发生非常多的问题 后来他们也慢慢比较衰微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走 我讲义的第一页下面先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既然基督教教医慢慢这么多元发展 那很快很快的就有一些教会的领导者 开始提出这种观念说 是不是应该教会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的一些观念 不能让所有的人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建立他们的学说理论 所以艾润纽这位早期的教父 他就提出一个正统的概念 正统的概念 他最早谈的是准则 入尔 信仰是不是要有一个共同的准则 譬如他举一个例子 他说东方的神学家跟西方神学家 如果要去介绍耶稣 要去跟人家介绍耶稣 结果讲的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一种多元会不会很麻烦 他说能不能寻找一个共同的准则 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讲义的第一页的最下面提到 慢慢慢慢的 这个概念就发展出了正统跟异端 这样的两个概念出来 那正统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慢慢慢慢的由教会 所建立的共识 经过一种的简单的 一种比较有系统性的叙述方式把它留下来就是正统 那异端则是被称为不接受这样正统观念的人 就称为异端 那异端这个字我也有做了一点点的介绍在第二小点 这个字今天是比较不好的名字 这个异端这个字在现代人的思想里面会觉得 比如说这个字好像就是贬义别人或是定罪别人 那过去基督教有权力的时候异端还会被惩罚 那最严重中世纪的时候 以西班牙开始的异端裁判所 那从现代的人权观念来讲是不太能够被接受的 所以异端这个名词其实是要很小心去定义它 那我有提到这个字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意思 它其实只是选择的意思 我参加了一个学派 我选择了一个学派 那后来这个字慢慢就被赋予了偏差的意涵 你选 但是选错了 或者你选 你选了一个不对的 你这一派已经偏了 所以异端这个字是慢慢慢慢被发展出来的 有别于正统 那就是异端 那特吐良这位北非最早的一位神学家 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说异端最重要的可能不只是他的思想错误 可能他的态度也很重要 很多异端其实是什么 是执迷不悟的 坚持己见的 那这个字跟heresy这个字今天翻成异端 也是满有意思的 可以去思考 其实我们如果研究历史就知道 大部分这些所谓的异端 通常都是基督教会里面最热心的人 可能是教会领导者 非常热心 也很认真在研究教义的人 但当他紧抓住一端 紧抓住某一边 真理的一个多面性或是全面性 他只有抓住一边 然后不愿意去看到另外一边 他如果执着在那裡 可能他所带出来的概念就不完整 也就是不完整就变成是有错误的 有偏差的 所以特土良讲的这段话是蛮有意思的 他说其实异端如果愿意跟人家对话 愿意跟人家谈 其实他就很容易可以 回来跟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但因为他意志坚持 他不愿意反思 拒绝在思考 然后坚持自己是对的 常常会造成两边的对立 那还有一位学者沃特鲍尔 我也简单把他的观念写在第四小点 他提出一个也很有趣的概念 他说正统跟异端是相对的概念 那还没有正统以前 可不可以说人家是异端 当基督教某一个教义 还没有建立成为共识之前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好像大家都在做实验性的一种研究 那那个时候所做出来的观念 如果不够正确 不够完整 你可以说他是异端吗 那奥特鲍尔的意思是不可以 我们通常要真的有一种正统之后 才可以去分别说不同于正统的是谁 是什么样的观念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让我们对初代基督教发展 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来检视 很多教义他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对话对话才发展出来的 那所以我做一个小结论在第五小点的地方 就是异端其实是在正统跟错误之间 异端通常不是错误 他是抓住一边而已 我们等一下后面介绍 譬如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教义 叫三一论 那三一论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一个教义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又是同一个上帝 那叫三一 但有些被判作异端的呢 他紧抓住一这个概念 他说一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就不太愿意去谈太多三 那这样的这个人呢就被判异端了 但你说他坚持一是错的吗 一也是对的啊 一也是基督教教义里面的一部分啊 只是这个一跟三要怎么样去对话跟整合 那他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种更广的对话 那很可能就停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这边用这句话说异端是在正统跟错误之间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他往往没有经过异端的对话 正统不会很清楚的跑出来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异端常常是最好的 神学研究的一个过程 我想这一点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有一些了解 那下面呢我就开始举例子介绍一些 当初在第二到第四世纪当中 曾经被判作异端的一些传统 那这些每一个派都蛮有特别的地方 我们简单的就介绍一下他们的特色就好 那第一个我选的这个是伊便尼派 那伊便尼派其实他只是二十几个小派 二十几个犹太背景的基督教派的一个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中间这本书 他就列了非常多的派 那伊便尼派其实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但是这一派可以做代表 因为他们也相信耶稣 也相信耶稣带来宗教的价值跟概念 但伊便尼派的跟随者 因为是犹太背景的 他们不愿意强调耶稣是神 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这样的教义 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后来他就被后来 肯定耶稣有神性的正统教会就判他是异端的 所以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到底耶稣是谁 那耶稣如果是神 他跟上帝的关系又是什么 那这一派呢 就引发了下一波的 那我先介绍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之前 在介绍福音跟文化的主题 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混合主义的一个传统 那这在出代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就是诺斯底派 那诺斯底派把基督教思想 跟希腊哲学做的结合 还引进一些波斯二元论的观念 那基本上诺斯底派最大的问题是在 他过度极端的二元论 强调肉体跟心灵是一个善一个恶的 物质是不好的 心灵才是好的 那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就影响了 接受这一派的人的对圣经的诠释 那我们举简单的例子就好 譬如我们如果往下看 我有介绍他们主要的理论 他们就提出一个叫做幻影说 幻影说 在子弹点的最下面一点 Docatism 那这一派的说法就是如果身体是恶的 心灵才是好的 那耶稣如果是上帝派来世界的一个死者 那耶稣的身体就可能只是一个幻影而已 耶稣并没有真的有身体 耶稣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灵 他这样才能够代表上帝 那你看到耶稣好像有身体 这一派就主张说那是一种幻影而已 所以这一派你可以看到 他因为受到他的这种灵物二元论的影响 他就进一步用这样的观念去解释 或者他们还提出另外一个概念 往上第二小点 他们认为 犹太人相信的那个旧约的上帝 因为他创造了世界 那这个世界既然是物质的 是恶的 那个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上帝 就不可能是至高的上帝 最多只能是一个次等的神 所以这一派也很有意思 他就开始把旧约跟新约做区别了 里面有一位代表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介绍 他说旧约所介绍的那个上帝 跟新约 耶稣在讲的那个上帝 天上的父是不同一个神 那要把这两个分开来 那这一派就很快的不久 就被初代教会定为是异端 那他们这种混杂的宇宙论 我们可以在这里用这种 学者会画出来的图来想象一下 那他们有一个阶梯的概念 爬升的概念 所有的人都是从身体要爬向心灵 这个已经有点跟亚历山大学派的某些想法有点像了 你要从属肉体的人 变成属魂 属道德的人 再往上变成属灵的人 但他们基本上把它做一种二元区分这样子 那因为灵跟物质世界是对立的 上帝今天要对人 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人 有所启示 就必须要借着中间很多的灵体 所以这个诺斯里边 你可以看到他发展出这种 中间有很多灵体的 这种媒介的概念 那这个一般学者又把它叫做流体说 流体说 上帝的灵流出来的一个一个的神灵 到最下面的时候最接近物质 就可以跟人接触了这样子 用这种概念好像要解决 那个心灵跟物质的区隔的概念 那这些 我举这个例子只要让大家了解说 这些人其实他们也很认真在研究宇宙论 要研究基督教的思想 但因为他借用了太多外来的 哲学体系的观念 就扭曲了基督教传统的看法 那这些诺斯底派的作品今天很多出土 所以很多人 越来越多人可以对他们的作品可以研究 基本上他们都强调这种 two ways of life 人生就是走散路或走恶路 走恶路就是走物质的路 走散路就是走心灵的路 那这一位就是我刚介绍的代表人物 马吉安 他是诺斯底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位 他自己 我在下一页有介绍他的 简单介绍他的生平 在第三页的地方 他本来是一个船商 那这个蛮有钱的 后来捐了很多钱给教会还有土地 但他自己受诺斯底思想影响 所以他自己就编了第一本的圣经 新约的圣经 那这本圣经当然后来没有被教会接受 那这本圣经里面他就只有采纳 四本福音书里面只选了一本 完全没有犹太的传统在里面的 他选了路加福音这本书放在里面 他认为马太马可跟约翰里面 都掺杂很多犹太思想 所以要把它拿掉 那除了路加福音以外 他相信初代最重要的一位 对外邦 对希腊的思想最了解的就是保罗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只放了路加福音跟保罗的书信 他就编了这样一本新的圣经 那这件事情就造成 初代教会非常大的一种的冲击 到底基督教跟犹太教真的是断裂的关系 还是有连续的关系 耶稣在讲的上帝跟旧约在讲的亚伯拉罕的上帝 是不是同一个上帝 那当然最后教会采取的是一个约的概念 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 这样的概念 那马吉安就被排除在基督教的系统之外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刚刚的犹太人的伊便尼的那派 开始进入到非常重要核心的教义 那怎么讨论耶稣跟上帝的关系呢 如果上帝是神 耶稣到底是比他低一点点呢 还是是一个人 后来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 那讨论这个问题就跑出了好多学派 譬如有一派就叫做养子论 养子论的说法就是说 耶稣本来是人 后来被上帝收养为他的儿子 所以耶稣后来就成为神了 这个由人变成神 有一个上帝把他接纳收养的关系 这个说法对某一些人来讲 好像还蛮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学说在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有流行一段时间 那这一派的特别强调的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 就是他被上帝接纳的那个时刻 那这个我们看到在艺术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耶稣受洗的主题 那个受洗的场景非常有意思 当耶稣在水里的时候 每一本福音书都说天开了 有上帝的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 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 所以很多主张这个世纪论这一派的人 就会说你看就是在那个时刻 你看就是在那个时刻 上帝好像宣告耶稣你是我的儿子 我把圣灵赐给你让你有能力去行特殊的事情 所以这些图像你可以看到都是比较强调这样的一种关系的 都是以洗礼为主题 那另外一派也很有意思 他主张一 他一样强调一 上帝是唯一的 那耶稣跟上帝关系要怎么解决 他就提出一个叫做形象论的看法 这个看法后来几乎完全就不再流行 被淘汰了 但当时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就是说 其实上帝有不同的面貌 我们有时候看到上帝是看到他父的面貌 有时候看到是他子的面貌 有时候看到的是圣灵的面貌 所以他其实是一位而已 只是有不同的形象 或者说他是一位 但他显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 那这样的概念就是 有点像把上帝变成是多面貌的这样的上帝 像这样的一张图了 这当然有点怪怪的 但是他用这个理论来说明说 其实是一位上帝 我们没有三个上帝 是一个上帝 只是你看到的不同的面貌 那这个学派有一个问题跑出来 提出这样的看法 好像一方面可以解决 上帝是一而三 三而一 但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耶稣在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如果根据基督教的教义 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人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定的时候 上帝有没有也在那里 上帝是不是自己也被定十字架 还是上帝是代表一个审判者 耶稣则是象征的人的罪 被上帝审判 那在十字架的那个场景 就很明显的有一个对立的 审判者跟被审判者的关系 那如果上帝是同一位三个形象 那十字架的故事要怎么解释 那这个成为这一派 受到非常大挑战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往下走 后来基督教出了一位雅留 雅留 这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一位主教 他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其实算是一种重属论 我在讲义第四页的西小点 有加了一个重属论 重属论这个说法只是说 耶稣比上帝小一点点这样子 耶稣也是神 但是好像是第二大的神 有这种重属论这样的概念 或者说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这种概念 那雅留呢 也试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主张上帝的独特是没有人可以分享的 耶稣也不可以 耶稣上帝那个绝对的独特性 是唯一自存的 没有人可以跟他分享的 那耶稣如果也要分享的话 那就变成两个神了 那所以他看法是 耶稣其实是上帝后来才造的 那这一点就造成了耶稣受造论这个概念 耶稣其实也是creature 他也是被造出来的 那这个主张呢 就引发了整个教会非常大的争议 后来闹到 连君士坦丁大帝都要出面 来解决这个问题 君士坦丁的时候 他已经希望让基督教成为 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宗教 所以他不能够忍受教会内部有纷争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介绍完 我们看到这个图像就知道 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有三百多位主教 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主持人竟然是君士坦丁皇帝 皇帝召开一个教会会议 来解决教义的问题 那在这个尼西亚的会议当中 就写出了尼西亚信经 那尼西亚信经 从此就定定了基督教的正统观念 在尼西亚信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 耶稣跟上帝有相同的本质 Homo Lucius Homo Lucius 这个拉丁文说 耶稣跟上帝有相同的本质 我在这个D小点那里有提到 那既然 C小点那里有提到相同本质 那耶稣是跟上帝是一样的一位上帝 他也完全的神性了以后 下一个问题又跑出来了 那就是如果耶稣同时是神又同时是人 那这两个性怎么样在他身上可以结合呢 我很快把这个比喻介绍完 我们再休息 我们上次看影片有提到 那个主持人用两个比喻 一个是把油加到水里面 油跟水是分开的 另外一个他把红酒加到水里面 那个杯子整个变成是红色的 那他用这样来比喻这两派 我们刚介绍的亚利山大学派 就是用红酒的这一派可以说明 他们主张耶稣的人性呢 好像水倒到红酒里面 还是红酒倒到水里面 已经被神性整个吸收了 所以你只看到神性而已 那安提阿学派这一派呢 则主张耶稣的人性跟神性 是各自独立完整的 互不干涉 所以有点像那个油倒到水里面 会两个是分隔的 那这两个变成后来基督教 对耶稣基督身上有两性 两个最大不同的说法 那由这里就发展出 我下面介绍的E跟F这两个派 刚刚介绍这个耶稣的神性跟人性 怎么样整合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概念 我们看到两位代表人物 一位是亚利山大的趋利罗 那他就主张 这个耶稣本来是有两个本性 神性跟人性 但后来在他道成肉身 进入世界之后 人性慢慢慢慢的 已经被吸纳到神性里面去了 那他并没有那么极端说 耶稣一开始就是只有圣一个性 但是他的学生 到他后来的学生 就走向推向这个极端 那就是后来被发展为 叫做基督一姓说这一派的 那这一派的教会 后来被叛异端以后 他们主要在北非的地方 在埃及 在伊索皮亚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教会 那另外一位代表人物 我们上次介绍基督教 往东方发展的时候 有介绍过他 就是这一位聂斯多流 那聂斯多流的主张就是 基督的人性跟神性 要各自保存完整 绝对不能 耶稣的人性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减损 耶稣就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 一直照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 也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说这样 唯有这样坚持 耶稣的受苦才有意义 他这一派非常强调这个面向 那这一派就带有一点点 强调基督有两姓说这样的说法 那我们知道这个聂斯多流派 后来也被 因为他强调 他不能接受 根据这样的一种强调耶稣人性的看法 他就不能接受玛利亚 是被称为上帝之母这个概念 这上次我们也有稍微点到 所以这个聂斯多流是因为这个主张 而被谴责 那后来他就往东方发展 一路就发展到我们后来说 都成为这个中亚到中国的警教 都属于这个系统的 所以这两派呢 如果你用这张图来看的话 大概简单可以看到 趋利罗在左边 他主张Logos是耶稣的神性 Anthropos是耶稣的人性 合起来以后 联合成为一个本性了 那聂斯多流在右边这边 耶稣人性跟神性合在一个人身上 在这个人身上同时 中间有虚线 神性跟人性同时并存 并存 虽然他合起来 是耶稣这个人 这样子 这两派 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一种 哲学上的 一种的用语上的争议 但是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说 当时候在亚历山大 对不起 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里面 因为这两派这样的争议 整个城几乎闹这种 好像是非常大的一种对立跟冲突 有一位罗马作家 去君士坦丁堡访问 回来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那封信有留下来 他说他去面包店买面包的时候 面包店老板问他说 你是一姓说还是两姓说的 然后他去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 进去澡堂就听到坐在里面 洗澡的两边在辩论 都在辩论这个 耶稣是一姓说还是两姓说 所以很有趣说 那个时候的人 对这样的一种教义 看得非常重要 而且坚持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这样 好 那这就是给大家很快看一下 这是涅斯多流教派往东方发展的 那后来我们上次介绍过 他一路发展到中亚 经过施路到中国长安 后来也成到北京 涅斯多流派带有一点点的 跟东方的宗教整合的这种味道 特别他翻译圣经也好 使用的象征 很多都带有佛教的这种的背景 那一姓说的教会 则往埃及发展 那现在在埃及的教会 叫做Coptic Church 通常都是属于这个一姓说最多 那他们其实是 跟东方正教关系很密切 那他们很重视图像啊 他们的建筑啊图像 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一姓说的教会 很有名他们一间洞穴的教会 那伊索皮亚呢 有正统教会 但他们也偏向一姓说 那在叙利亚 今天的叙利亚 还有这个亚美尼亚教会 也是属于一姓说的 所以这两个比较走两边的路线的 同时都被好像推出去外面 然后自己发展自己的模式 那介绍完这些教义的部分 我们最后还谈到一个 柏拉丘跟奥古斯丁的对抗 那等一下我们要介绍奥古斯丁的思想 所以我这边就先跳过 我们再往下走 我的最后一段介绍的是 礼仪跟节期的多元化 那这个很有意思的是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甚至对节期的计算方法也不一样 我这边有提到 譬如在小雅西亚的地方 你用阳历跟阴历来计算这个历法 算出来的复活节的日子 竟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节期 连选日期都不一样 这种多元性 我主要是今天跟大家介绍 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 那之前我们 那个谈到赎罪的时候也有介绍过 对赎罪的概念也有两大派 一派是爱尔兰派的 另外一派是罗马的告诫礼的 这你也可以看出礼仪上的多元 那我这边有简单跳过这个第一小点 但是第一小点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教会后来慢慢发展出 今天所谓叫做教会力的概念 那我今天有带了一本 今年刚刚过去的教会力的一个阅历 他很有意思 他跟一般的我们的阅历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从十一月开始算起的 也就是耶稣要出生之前有一个代降节 所以教会力的基本概念是以耶稣生平 作为一年的发展的过程 他从耶诞节 圣诞节之前的代降节开始算起 到圣诞节过没有多久进入后来的受难周 到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 然后到耶稣升天 他变成有一套以耶稣的生平发展出来的节起 所以这个节起这样的一本阅历 他从十一月开始 然后到隔年的十一月就结束了 换句话说十一月又是新的礼仪年这样的概念 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传阅一下 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谈到圣徒的传统 我这边有一本今天带一本给大家参考 就是所谓的圣徒的日历 这本书很有意思是每一年当中365天 几乎每一天都有特别的圣徒的节起 你们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说不定你的生日跟某一个圣徒同一个节起 那这个都是很有趣 就是说节起的多元发展 在新教基本上是不接受圣徒这个传统的 但在东正教跟天主教 他们就很重视这样的一个传统 所以仪式也有非常多元的地方 那我们往下翻 翻到最后一页 那后来甚至要发展出独特的节起 或者独特的祭典 像东正教就比较有东方的味道 他们都会过这种五谷收获祭的节起 配合农业社会的发展 那种收获节起的时候 所有的信徒都会把他们农业生产的 这些最初生最熟熟的这些古物 带到教会来作为感恩祭 这个在很多地方又跟原住民的文化很像 所以这样的做法 也有很多教会也有这样在做 他们有过这种特别的收获祭 那西方教会用12月25号做圣诞节 东方教会用的是祖显节 1月6号 他们没有在庆祝耶稣的诞生 而是庆祝耶稣在马朝 显现给三个东方来的星象学家 这是圣诞节常常演的故事 那他们就把那个日子叫做祖显节 那在这个东正教里面 祖显节又结合他们的那个水 对水的一个这样的重视 又叫水节或港节 所以这些节期在西方教会是看不到的 东方教会才有这种祖显节的水节 还有港节 因为耶稣洗礼 也要象征着耶稣要接受洗礼 那他们就会在这个岸边 海港的地方举行一些活动 有时候主教会把那个十字架丢到港口里面 然后大家去抢 抢到的人有礼物这样子 像这样的节期 那西方教会 因为天主教会特别有一个节期 叫做耶稣圣体节 基督圣体节 是很多天主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节期 其实是在纪念耶稣为人而死 他的身体成为圣餐 所以圣体节其实是一个庆祝的日子 那结果在很多的地方 在拉丁美洲 在很多的欧洲南方的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就发展成为一种庆典 几乎是天主教会最大的一个节期 好像嘉年华会这样子的节期 就像这个样子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多元性这个概念 我想是我们这个主题最重要的概念 最后面也有提到 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多元的 那我们之前介绍多纳派跟孟塔纳派 所以有谈到这一点 到底政府或者是世俗政权 可不可以使用武力来对付宗教团体 当时候多纳派分离出来的时候 这个军事产丁皇帝 后来决定要用军队 要去强迫他们回到教会来 但是后来也没有办法 但是那个做法 已经塑造后来西方教会的一个传统 就叫做正义之战的概念 我们读现代的一般的伦理学 提到这个just war 正义之战的概念 如果必要 我是出于一种公正的理由 我出于正义的理由 我必要时可以诉诸武力 来对付宗教团体 或是分离的团体 那这种到后来变成国际政治 也发展出正义之战的概念 这个背后其实是经过一些发展的 那相对的 如果说正义之战是主流教会的思想 小派的教会就发展出和平主义来对抗 那这是Pacifism 和平主义 绝对的和平主义 绝对不能任何 在任何条件 任何状况下 不准使用武力来作为宗教的目的 这样子 这样的两个系统就不一样了 我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基本上对世俗政权跟教会的关系 还有可不可以使用武力这样的看法 也分成不一样的两派 突然以后 教会的婴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